白宫4月28日表示 近几周撼动美国多所大学的 钦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必须保持和平 警方周末在四个不同的校园 逮捕了约275人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 抗议活动的管理工作交给地方政府 人们应该有能力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 并分享他们的观点 但必须是和平的 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受伤 不过一些仇恨言论显然已越过政府的底线 我们绝对谴责最近听到的反犹太主义语言 谴责所有仇恨言论和暴力威胁另一方面 哥伦比亚大学4月29日一早发出最后通牒 警告所有示威学生 如果他们在美东时间29日下午20之前 未能从校园草坪的帐篷营地撤离 将面临停学处分并接受进一步调查 哥大校长沙菲克在数小时前表示 与学生代表的谈判会议已失败告终 目前校方要求的最后撤离时间已过 仍有上百名示威者留在现场 高喊我们不会退缩 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协议 中方将选择一对大熊猫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 开启为期十年的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 中方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选定了一对大熊猫云川雄性心宝 雌性并为两只大熊猫安排了经验丰富的饲养师和兽医陪同赴美 美方正在对大熊猫场馆进行改造提升 为大熊猫创造更大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同时动物园还为两只大熊猫配备了 曾在中国学习交流大熊猫饲养管理 日常护理及相关科研技术的专业团队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4月28日突然访华 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 并争取让监管机构为特斯拉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软件开绿灯 同日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其车型符合了四项安全监管要求 车外人脸信息等匿名化处理 默认不收集座舱数据 座舱数据车内处理 处理个人信息显著告知等 解除特定场所对特斯拉禁停进行 更有消息指出 特斯拉已与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达成协议 使用其地图及导航功能 马斯克的这次访问被分析人士称为一个分水岭 为一直未能在中国市场推出其先进自动驾驶技术的特斯拉 扫除了关键障碍 此前 中国政府一直顾虑特斯拉汽车收集数据所带来的潜在安全风险 在军事场地 政府机构 国有企业都禁止了特斯拉汽车进入 而特斯拉此次成为首批通过国家车辆数据检测的企业 也是比亚迪 哪吒 李翔等一同获批的企业中唯一一家外资企业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4月28日称 中国海警船在东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针对试图登上钓鱼岛的日本国会议员 依法对其采取维权执法措施 中方同时也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日本广播协会说 日本议员参与的调查团星期六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停留了三个小时 并通过无人机了解周边状况 而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则在现场监视和阻止中国海警船的干预 这是自2013年以来 首次由日本国会议员参与的调查团前往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调查研究活动 据悉 目前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钓鱼岛是东中国海一组无人居住的小岛 中日双方都坚称这组小岛是自己的领土 并对其拥有无可非议的主权 2012年 日本政府从私人所有者手中购买了这些岛屿后 中日双方之间对这组岛屿的争端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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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双方之间对这组岛屿的争端不断加剧